浪漫的法国人有很独特的搭讪方式 而这句经典的开场白呢就是 我来请你喝杯咖啡嘛 是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咖啡 不过呢不是一般的咖啡 而是巴黎的咖啡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爱喝咖啡的Misora 来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都说就算走在巴黎的街道上 空气中呢都会弥漫着咖啡的香味 当然确实有点夸张了 但是呢除了艾弗尔贴塔 卢浮宫 凯旋门等等著名景点之外呢 散落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咖啡馆 是能够让你更深入了解 这座城市的最佳去处 咖啡这一词呢在法语中啊 它有两个意思 除了代表咖啡这类饮品呢 它也有咖啡馆的意思 而巴黎的咖啡馆 它不仅仅是人们享用咖啡的场所 更是承载了巴黎以及法国的文化和历史 甚至呢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巴黎独一无二的咖啡文化 咖啡呢是源自于阿拉伯国家的饮品 大约呢是在1644年传入法国的 当时呢是一位名叫皮尔尔德拉罗克的商人啊 把他带到了马赛 不过一开始呢也只在马赛这样的港口城市流通 后来呢才慢慢的从南到北从马赛到里昂 最后呢才影响到巴黎的 其实在当时咖啡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药物 所以当时的流行程度呢也是非常有限 要说真正带过他的还是要属当时的顶流 太阳王路易十四 1669年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呢 派了一个大使啊访问巴黎 他把这新奇的饮料啊 再用精致的器皿一包装 用来招待法国宫廷的贵族们 于是慢慢的咖啡开始在法国上流社会流行起来 这个时候爱热闹的路易十四 哪能让别人抢了风头呢 所以为了让贵族们留在法尔赛宫 不到巴黎市区瞎闹 于是决定每年从十月到复活节前 去办一系列的晚会 贵族们呢可以打桌球 玩牌赌博听音乐聊正直聊天 而当时最吸引人的还是要属餐桌上提供的咖啡 由于咖啡当时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商品 只有富人才能品尝得起 所以呢它被视为一种奢侈品 不过经当时的时尚达人路易十四这么一推广啊 民间呢也开始纷纷效仿 推崇这一时髦饮品 到了17世纪后半期呢 巴黎的街头就出现了卖咖啡的流动小摊饭 而当时卖咖啡的人呢 往往是罗马尼亚人的打扮 主打的就是用异国风情来吸引客人 当然咖啡登陆欧洲呢不仅仅是在法国 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都是接触这种饮料比较早的国家 而整个欧洲要说最早出现经营咖啡的商业场所呢 其实是在英国 而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咖啡馆呢 也都要比巴黎早 但为什么只有在巴黎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咖啡馆文化呢 我们这里呢就要拿当时的伦敦来举例子了 当时那里的咖啡馆呢除了咖啡之外还有卖酒 所以呢几乎啊都是男人光顾 吃东西打拍聊阵子什么都有 环境呢也比较嘈杂上不了档次 而在看巴黎这边 咖啡馆呢非常注重内部装饰 什么水晶灯啊挂毯啊壁画鲜花衣布置啊 一下子就显得高雅的很多 而且当时呢里面不允许卖啤酒 不允许抽烟 卖的呢都是精美的甜点 冰淇淋甚至还有香槟 当时香槟呢也是刚刚被发明出来 而喝咖啡要配精美的甜点 到现在也是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这在当时呢就吸引了一批独特的客人 那就是高贵的有社会地位的贵族女性 这是在欧洲别的任何国家都看不到的 所以说法国女人在任何时候啊 都能够移民世界的时尚潮流 而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变化 巴黎的咖啡馆不仅仅是高雅华丽的贵族社交场所 后来更是蜕变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和思想进程的重要舞台 因为到了18世纪 咖啡馆成为了最受知识分子 艺术家以及中产阶级喜欢的聚会场所 福尔泰 在卢梭迪多罗甚至当时即将回到美国去掀起美国独立战争的 富兰克林 杰斐逊这些人 他们都曾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热烈地讨论着 即将影响人类命运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新观点 而也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传播着这些资产阶级启蒙进步的新思想 而在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咖啡馆呢 就是Le Poco 普罗克布咖啡馆 如今呢也是巴黎可以考证现存的最为古老的一家咖啡馆 最早呢是1686年由意大利人普罗科皮奥卡托利所建立的 而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年轻人来到法国之后呢 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份试者的工作 怀着雄心壮志 几年后呢他决定了独立经营收购了这家咖啡馆 并且以自己的信重新命名 重新装身一番后啊 华丽的装饰和舒适的环境啊 当时吸引的客人啊都是非富其贵 于是一下子就名声大噪 迅速成为了巴黎最著名的文艺咖啡馆之一 而18世纪最伟大作家和知识分子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迪多罗、福尔泰、孟德斯丘和达朗贝尔 都在普罗克布频繁出入 当时呢也可以说是整个巴黎都聚集在这家餐厅的桌子周围 普罗克布也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咖啡馆之一 200多年来所有那些有名字或者希望在文学、艺术或政治领域建立生育的人啊 都会光顾此地 迪多罗在此创作了百科全书的一些文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此筹备了路易十六与新共和国的联盟计划 并据说在此写下了美国未来宪法的要点 1830年墙纸上也有自由平等的标志 还有1789年的人权宣言覆盖了其中一间房间的墙壁 还有许多原始文献被挂在了墙上 描绘了大革命的场景 而男女洗手间的门上呢还是分别保留了当时用的公民和女性公民的字样来表示 当时还是青年军官的拿破仑 由于没签买单作为抵押的军帽 也被放在入口最醒悟的位置成为了正年之宝 而在18世纪末呢 巴黎啊已经有了2000家咖啡馆 到了20世纪 有两家咖啡馆呢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刷搜咖啡馆以及花神咖啡馆 这两家咖啡馆呢深受当时很多思想家和作家以及艺术家的青睐 像海明威、萨特、西蒙波娃、加谬、毕加索等等等等 因为出了太多的文学巨家 这两家咖啡馆前后呢都设立了自己的文学家 直至今日呢仍然保留着 而由于呢经常有文化精英出入 周围啊也逐渐兴起了许多书店、文学咖啡店和餐厅 后来甚至成为了法国美文学Belletlep的发源地 而直到今日 虽然这两家的咖啡比其他地方呢都要贵到两到三倍 但仍然啊经久不衰高蓬满座 而且一直稳坐巴黎文学咖啡的头把交椅 那到了现在呢有许多著名的巴黎咖啡馆椅子上呢都订了铜牌 写着某位名人曾经的专属位置 用这个方法呢来唤起大家对巴黎咖啡馆悠久历史的向往 而我之后呢也找机会会带大家一一体验这些著名的咖啡馆 如果你感兴趣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不妨在这里点个订阅吧 咖啡对于法国人的重要性呢 还在于他们对咖啡的热爱 法国人到底有多爱喝咖啡呢 据说曾经法国一度呢由于咖啡缺货 于是接受到处能见到打哈欠和打短的人 当然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夸张啊 但是法国人试咖啡这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 法国也是当时的参战国之一 由于呢担心战争影响日用品的供应啊 很多人呢都到超市抢购物资 而当时抢购最多的竟然是咖啡和糖 这个在当时也成为了一个笑话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巴黎的咖啡馆 跟服务员要安咖啡的话呢 通常他会给你上这样的expreso 意识浓缩咖啡 这倒不是因为巴黎人小气啊 而真的就是担心一下子喝下去的咖啡太多了 而且据史料记载啊 福尔泰当年在普罗克布咖啡馆呢 一天能喝到70杯咖啡 现在呢根据2021年数据显示呢 70%的法国人是每天都会喝咖啡 而且咖啡作为饮品呢 在法国的销量仅次于水 一个居民每年平均要消耗3.4公斤的咖啡 相当于每年近500杯 而这种传统的巴黎咖啡馆呢 其实它提供的咖啡种类啊 不会很花上 通常呢只有以下几种 一种呢就是Expresso 义式浓缩咖啡 也是法国人的最爱 所以也被叫Caffé 通常呢是早餐或者是餐后消食的必备 还有像这种Double Expresso 就是顾名思义 双份的浓缩咖啡 这个绝对是下午饭困的提升生气 另外一种呢就是Caffé Allongé 就是长咖啡 其实啊它就是美式黑咖啡 一份浓缩咖啡多加点热水 而加牛奶的基本上就是Caffé Crème和Caffé Allé 这两种呢其实都可以称为咖啡牛奶 也就是以浓缩咖啡为基底再加牛奶 有些店呢是调配好的 有些店呢就是把牛奶和咖啡呢单独上 顾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牛奶 当然最后呢还有必不可少的意大利的清点咖啡 一份浓缩的三分之二的奶泡和三分之一的热牛奶 上面呢再撒一层可可粉 确实巴黎的咖啡口味种类真的没有太多选择 尤其呢是在传统的巴黎咖啡馆 更没有那种花哨的拉花艺术 而且我觉得其实单从口味上来说 嗯就真的还挺一般的 不过一杯咖啡配上一个下午的阳光和时间 这才是经典的法式咖啡 重要的呢不是味道 而是那种散淡的态度和做派 法国人喝咖啡讲究的其实是环境和情谣 在路边的小咖啡桌旁 看书写作高谈扩论消磨时光 而且就只点一杯Express 最多也不超过3O 坐上了一下午服务员呢也不会赶紧走 这个呢也是巴黎咖啡特有的传统 而且啊你还可以要一杯免费的水 有时候呢有些店家还会随咖啡呢 送一块焦糖小饼干或者一颗巧克力 当然了现在的咖啡呢也兼具了酒吧和餐馆的功能 尤其到了傍晚和晚上 巴黎人更喜欢点杯葡萄酒 在那边小周一杯 而如今的巴黎咖啡馆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要说那些露天咖啡座了 你会发现几乎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伟章建筑 好多的露天咖啡馆呢都占了不少的公众地方 比如在广场上圈了一角 街头呢站点人行道 甚至呢在人潮汹涌的湘西绿色大道也是如此 那花花绿绿的遮阳伞成了点缀巴黎的独特街景 而不同颜色的藤条椅子和不大的铁针圆桌 几乎呢都会朝向马路摆放 明白着就是有新设置的观众席 那面前的马路更是剧目永远不会重复的大舞台 当你在看别人的时候 你也是在背看 而那些喝咖啡的观众也成了咖啡馆的一部分 成为了巴黎街头最不可缺少的风景 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千万别忘了给我点赞留言加转方 我们下期见爱你们